上兩個星期在3月8日和3月14日的行動之後 我們網罪科人員在昨天進行了第三階段的拘捕行動 將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提倡反對政府的防疫措施 以及作出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的人士 以及明知自己染疫而不理會政府的隔離措施 在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聲稱會外出到食肆播毒的確診者作出拘捕 為了確保公共衛生和市民的健康 我們警方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情報分析 在昨天3月21日分別在深水埗和西灣河 拘捕了兩名本地男子年齡分別是41和29歲 他們涉嫌在今年的2月份在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鼓吹染疫的人士四處播毒 干犯了煽惑他人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599A第32條 即任何人士不得使他人夢受感染的危險 在今次的調查中發現29歲的被捕人士 涉嫌在2019年12月份在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鼓吹其他人對警務人員使用暴力 干犯了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另外41歲的被捕人士知道自己帶有冠狀病毒 仍然沒有理會到政府隔離的限制 在染疫期間外出到食肆用事 使他人夢受感染的危險 有關的行為是涉嫌違反了防疫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裡面 干犯了任何人不得使他人夢受感染的危險 我們行動一共檢取了五部電話、五部電腦 被捕人士仍然被扣留調查 行動依然進行當中不排除會有更多人士被捕 一集內容 感谢观看